這條橙色一件好東西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話這麼快有一個星期 大家準備好明天去哪裡玩未? 最近香港經常下大雨, 天氣不太穩定 大家出海之前都要留意天氣狀況 由於經常下大雨的關係 近岸的地方, 水都很軟 今次我們載到果州那邊 看看水會否好些 看面水好像也不錯 不知道深水一點可以嗎 換好衣服, 趕快去瞭解一下情況 看這條嵐繩, 頭的10米都可以 不過過了10米就一般 打魚來說, 水清很難打 魚離遠望, 已經逃走 反而這些水就適合打 一落到底就見到白蠟 看它的樣子好像很趕時間 等下火上水, 再潛下去 看看找到它的粉 一落下去, 只見到細鵞 游下游下游下, 不見白蠟 雙ata 把它割嗎 先渴醃 嘗鍋的大小鵞 再潛下去拿些 symptomatic 等火帶子變大小鵞 讓BIPE游一點 看來這班小鵞我也有兩三斤 不過火都是想打出白蠟 所以也要長時間時間 看看來可以能否 republic 來說 Bilso 等了這麼久, 終於等到主角出來了 這次發財了, 帶頭的白痂也挺大的餅 一打中魚, 想衝進石頭 讓牠進石頭就有時間了 這種情況, 一定像釣魚一樣, 帶行繩子, 不要讓牠離開 然後慢慢拖牠上水面, 再慢慢攪拌 握上手才發現, 原來這條白痂也挺大的餅 我猜最少有三斤多 這條魚肥嘟嘟, 喜歡吃生的朋友, 用來做刺身就一流了 如果不喜歡吃生, 拿牠來蒜蓉碎蒸也很好吃 剛才這條魚射得這麼癢, 繩子的繩子都被牠射出來 徒手打魚, 也有繩子安全很多 如果種一條大野, 隨時可以玩釣魚, 你說多好呢? 拉好一條橡筋之後, 又可以潛下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一落到水底, 為什麼手按在石頭, 感覺很奇怪呢? 這塊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這塊好像肥了的海鮮一樣呢? 按下去, 橡筑筑有彈性的 很搞笑, 握下去的感覺好像酷筍一樣 如果大家知道那塊是什麼來的 不妨留言給阿火, 讓大家學習一下 這條石雕BB 也不錯, 不過現在太細條了 養了一斤兩斤重, 差不多了 這些嬰兒就不要弄牠了 看看牠爸爸媽媽在附近 這裡的石口這麼漂亮, 應該有其他好東西吧? 但看來看去都不見其他魚 難道這麼早就出去玩? 這些叫毒瘤子女在家中犯法 這麼大的地方才只有這個 阿火沒空和你玩, 你慢慢游吧 游過一點, 原來魚在洞裡 有大細鱗, 蓮尖, 又有深水泥蜂 整班人好像在開派對 阿火一下去就走光了, 這麼掃興 看看剛才的洞裡有沒有好東西躲起來 看上去好像什麼都沒有, 我唯要選你了 而這些豬肉這麼貴 打一條細鱗來當豬肉吃都可以 不過如果有其他魚選, 當然不選它 游游游游游, 又見成一群冰棒在這裡 但這條魚黑茵茵, 只見到白色尾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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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得這麼快 看來看去都不知道邊面頭邊邊尾 打完不中, 隨時吃掉到處的魚 還是沒什麼信心打一種, 這次就放過你們了 游了這麼久, 會弄得沒有氣 打魚呢, 其實都不能亂開槍 如果不是, 附近有好東西都被嚇掉 這條橙色是一件好東西 傳說中的名氣魚三刀 打中了, 這次發財了 位置打得這麼好, 這次不能離開 這些磅頭尺寸, 家製蒸是最好的 這次試食專員, 試試這條三刀, 是否真的很好吃 上到水面, 發覺起風了, 還是趕快翻上船 剛好有朋友打一條差不多尺寸的石膀 這次蒸這兩條魚來比較, 看哪條比較好吃 幸好大家看到天氣轉差, 趕快上船 一開船, 已經風起雲湧 現在天氣不穩定, 大家出海時, 記得要小心 這次阿火會蒸三刀, 和大家一起試試 看看這條名氣魚是否真的好吃 三刀一般會連輪蒸, 魚味才能封存在魚肉裏面 我們先準備蔥和芫荽, 蔥把切出來 留來蒸魚時, 墊底用 其餘部分切成絲 芫荽切成短 有些朋友喜歡用果皮來蒸三刀 如果喜歡吃果皮的朋友可以切下去 我們用蔥白來墊底, 把魚放在碟上 為了要試真兩條魚的魚味 石膀魚油放在肚子裡, 不用來蒸魚豉油 這兩條魚湯乾淨大約12兩左右 先煮滾水, 然後放兩條魚入去 大火蒸六分鐘, 然後關火焗兩分鐘 上次有朋友問阿火的蒸魚時間如何計算 其實蒸魚時間和你用的爐和鍋有關 所以每個家庭的蒸魚時間都會差一點 阿火家蒸半斤重的魚, 就會蒸五分鐘 關火焗兩分鐘 斤半重的魚, 就會蒸十分鐘 關火焗兩分鐘 如果一條魚大約一斤半重, 就會增加蒸魚時間 超過兩斤重的魚, 阿火通常會水蒸 大家可以看到, 石膀打了一輪, 皮就包開了 三刀連輪蒸完毫無缺 所以如果大家想瘋傳魚味, 就可以連輪一起蒸 最後, 加入蔥絲和芫荽 加入熟油 加入蒸魚豉油, 這樣就可以試吃了 吃了, 喂 喂, 有的吃 上面那條好吃, 下面那條好吃 肯定是吃這條 為什麼呢? 已經聞名已久了 鹽龍精 咦, 是呀, 為什麼呢? 是要的? 是啊 哦, 哇, 樣子很滑 這隻魚是要鹽龍精的 要試三 對, 試打 研究一下 真的好滑 好啊 好香啊 這條也好, 很有很重的油 不是呀, 我就說 它很有海水味 濃味, 這個是很濃味 但我覺得口感比較好吃 它是有獨... 那條三刀是有特別的魚味 是啊 它的肉就不是零食好吃 吃下去就肉質真的好像浸泡好吃 我覺得浸泡好吃一點 是啊 但是三刀有獨特的魚味 哪個好吃 這條三刀的魚味 老婆大人說三刀好吃 是啊 我覺得三刀好吃一點 但是這個也很好滑 這個真的很好滑 很多食杠真的比較滑 是啊, 三刀是粗的 對, 三刀是粗的 你不聽到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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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的時候真的被人不聽到三刀 這麼貴 我喜歡吃食杠多一點 是嗎? 我喜歡三刀 我喜歡三刀 很滑, 很滑 對, 很滑 這個美女 我真的覺得三刀好吃 對, 這個美女 三刀好吃 對 石膀就是很滑 肉質 魚味就是三刀草 嗯 肉質就是石膀好吃 嗯 我猜 我猜 要搶的 這是一場戰爭 很開心 三刀是一場戰爭 對 不快就沒有了 我吃 對 我吃三刀 比較有質感 對 但我不用這麼有質感 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這個多一點? 有軟味 有軟味 很特別的軟味 是只有它有 對 但我想問為什麼要連輪蒸 三刀是要連輪蒸的 打完就沒用了 都是鴨 它射出魚油 沒有它的面子 都沒通知 在裡面 煮熟 吃完 先去煮 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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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